這個主題叫榮耀台南 那我一直覺得要上天際不是為了被世界看見而已 而是為了守護你熱愛的土地 避防美好的事物跟大家分享 而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在台南生活所讓我學到的精神 你擁有力量不是為了自己被看見 也是為了讓你自己身邊的人幸福 也因為人也因為守護自己熱愛的土地跟你愛的人 而會有自信跟光彩 那所以我們的作品這一次我們的logo 其實就是以台南的男這個字為主題 然後有一個象徵的祝福跟吉祥的榮 然後守護了這一座土地跟城市 然後這一些線條也讓這個logo看起來有發光的效果這樣 所以在我心中我覺得一座城市會發光 是因為有人不斷的去 因為來自於對人的守護分享以及關心跟肯愛 而這也是我喜歡台南的原因 而我覺得這也就是我們人類幸福生活的根本 也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喜悅 也因此台南會累積這麼豐富的生活文化 然後讓我們大家很多地方的人都會想要走進我們台南的城市 所以對我而言榮耀台南這個概念 其實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定會守護自己熱愛的土地 而可以有堅定的自信跟生命的光彩 那接下來我就 然後你想要分享 所以你會有遠遠不覺得創造力 因此台南成為一個豐富生活的城市 而接下來我們的黃桂寅設計師 就把這樣的概念結合在我們的主事節 那我們請我們黃桂寅設計師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來是黃桂寅老師 繼續我們要來邀請我們黃老師 來跟大家來做介紹說明 歡迎 黃醫師請容許我戴小桂 那個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參加202次台南 台灣燈會在台南的主事節課堂選會 我是黃桂寅 大家好 我是在台南驗書 在台南成長 那這個城市的人文藝術與生活方式呢 都深深的影響著我所有的想法 台南有很多圓形的形狀 事物存在 比如台南的圓環 然後台南很知名的板的 那還有比如很多的美食小吃都是用蛙蜂來招待所有的客人們 所以呢我想要用圓形來呈現這個城市的完美包容和核心 而這個圓形呢 對我來說也像是一個齒輪一般的轉動 那這個齒輪呢 肩負著不同的力量 肩負著不同的期望 那在這個圓之中呢 有著阿貴老師 經標細卓的榮耀台南家屬 所以呢 會一直的轉動 前進 一起圓滿 團圓 我希望2024 台灣會在台南 能讓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的人 都團圓在這個名人的城市 這會來到圓 我不能進來我們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